嗨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阿云 欢迎大家来到阿云网市这个频道 在之前的视频当中我给朋友们分享了怎样 申请国外的手机电话卡 Lolomi 并且给朋友们分享了怎样使用 Lolomi的手机电话卡来测测机面账户 那么今天我就给朋友们实际演示一下 到底Lolomi的手机号 就是我们代理了 Lolomi国外的手机电话卡能不能测测机位 也就是说Lolomi到底能不能注册Google voice 好了 在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 欢迎跟我们在订阅他吧 点赞 然后并订阅阿云网市这个频道 接下来我就回到电脑前 然后给朋友们演示 使用Lolomi来注册机位 好 我们打开浏览器 打开浏览器之后 我已经提前进入到谷歌了 我直接输入Google voice 好 就是这里我们直接使用Google voice 进入到Google voice这个机面之后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个人使用 Web 这里的话在电脑上操作 我们直接选择Web就可以了 好了 进入到这个机面之后 点击继续 好了 到这里点击继续就可以了 我们点击继续 好 出现这个界面之后 然后我们随便选择一个号码 这里的话你可以展开 它有很多的号码 好 我们就直接选择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好 然后它会让你验证 点击验证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输入关联到一个号码 就输入我们lormy了 lormy的那个讯续号就可以了 好 然后点击发送太大 好 然后点击发送太大 在上面的一个步骤当中 因为出了一点点的问题 这里的视频是我后面补录的 使用了罗美的手机号 我们是可以正常的申请到GV的 后面可以看一看 这个就是GoogleOS发过来的验证码 就是当我选了手机号之后 然后会让你填写一个美国的手机号码 来接收验证码 那么这个手机号来 我就是输入了罗美的手机号码 是一个美国的免费的 朋友们申请罗美的都知道 它是带着一个美国的免费的一个电话号码 在这里的话 当你把验证码输入进来之后 然后这里的话 它就会提示你已经成功了 到这一步的话 它就预示着你申请的GoogleOS已经成功了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罗美的手机号 来申请GoogleOS 然后这里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申请GoogleOS的时候 你一定要找一个干净一点的IP 尤其是使用机场来翻墙的朋友们 它的IP被Google给封控了 会导致你申请GoogleOS不成功 我刚才在演示的过程当中也是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 它会提示你账号错误 出现这个错误可能就是说你的IP地址被Google给封控 它可能出现了什么问题 就不让你申请GoogleOS 当我换成我自己搭建的V2V 最后就可以正常的进行一个申请操作 到这一步朋友们眼前看出的这一个界面的话 就表示GoogleOS已经申请成功 好了关于使用罗美的手机号来申请GoogleOS 就会和我们介绍到这里 好吗 拜拜